来 公司 还在讲蓝夫人 从小我就以为 自己察言观色 善识人意 但原来 我始终都没有看清 我父母的内心 他有我去世的哥哥 我好像 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们 公司忠然失去父兄 成了职人 短时间内 悠悠通过三观试炼 宫门又一再出现凶光血暗 压力自恃很大 压力再大 也不能说累 也不能怨苦 不过 更加不能 让人觉得我理由不歹 否则 那些在影子里的人 就会春虚而入 那公子的痛与苦 可以同我说 我虽然 笨嘴灼舍 不知如何安慰公子 但我可以安静地替你倾诉 或者给你唱曲 就你还嘴笨 这些人 分明是伶牙俐齿的 不过 就算是结语花 我也不想 让你独增烦恼 哪有结语花 会嫌弃倾诉之人犯的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你就不懂了吧 养花养草也是门学问 要是以为她抱怨 可是无法茁壮成长的 当真 当然 就像你对这一杯水 要是一直说不好听的话 水也会变得不清晨 骗人的吧 我可没有骗你啊 所以啊 养花也是一样 那对花 要说些什么呢 那对花 要说些什么呢 要 夸她漂亮 夸她懂事 夸她乖巧 夸她善解人意 夸她的眼睛 像星星一样 花也会有眼睛 我可没有说花哦 你脸这么好 你脸这么好 夜深了 工资早些消息 我先毁了 真的害羞了 还是不信 还有半个月 我该怎么办 这让你留下 为什么要走 这里是文强 我为什么要走 爵公子为什么刚刚 一直看着手里的老虎刺绣 看那么出事 那是他弟弟的 刚刚爵公子提到的 狼弟弟 你怎么每次都能听到我们说话 没事就喜欢爬枪脚是吗 你更应该问问自己 是不是来绝宫 来得有点勤快了 职工住这不舒服啊 我来找我未来的夫君 天经地义 你也快成年了 赶紧找个媳妇 别天天查着你磕 少管我 没关系 你不告诉我 回头我自己问他 你别去问 我问了一回勾起哥哥的伤心事 什么伤心事啊 我哥 曾经有个亲弟弟 最疼爱的弟弟 最疼爱的弟弟 你哥哥最疼爱的弟弟 不是你吗 在他心里 没有人可以逼得上狼弟弟 娘 是吗 绝公子 你又来接你母亲和弟弟了 还未知是男是女呢 经济先生说是弟弟就是弟弟 好 给你生个弟弟 尚绝 你喜欢哪一个 小老虎 你现在是哥哥 以后啊要照顾好弟弟 那当然 你会认真吗 你要去没有人都好吗 我喜欢你 我希望你将来 你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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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我也可以练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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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个郎弟弟 十年前 他与灵夫人 都被误放上了 总而言之 别胡乱打听了